Hello,大家好,我是Vilarie 那今天影片呢就是要來跟你們分享 我1月份就是這個月去韓國的戰利品 那影片在開始之前呢 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不要忘記幫我按下旁邊的like跟訂閱 那基本上呢 我每個禮拜都會發一些關於時尚穿搭 或是旅遊的影片 那如果你對這些東西感興趣的話呢 不要忘記關注我 可以打開下面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每週的更新 那今天的戰利品有一部分 算是韓國目前單紅的一些小眾品牌 像是Rockfish Weatherwear 然後MFG 還有一些像是Tambourine這些 然後去年10月的時候也有錄一支就是戰利品影片 如果你們有興趣給我去看一下 那我這一次在各個品牌挑了一些 我自己還蠻有興趣的小單品買回來 那想說就在鏡頭前面給你們做個開箱分享 然後也方便之後如果你們要去韓國旅遊的話可以做個參考這樣 那首先呢 就先從我自己最喜歡的品牌MFG開始給你們介紹 那我這次在MFG其實沒有買很多東西 因為我上一次就是10月的時候去韓國已經有購入一些了 總共在他們家買了三樣東西 一個是這個拖特包 然後是 算是絨布款的 他品牌的logo的毛衣 然後另外一個是他們家的這個 就是MUNICONIC的T-SHIRT 想說來跟你們面前猜一下這個帆布包 我上一次10月份的時候去韓國買的是他一般的那種帆布的拖特包 然後尺寸比這個小一點 價格好像是他的一半吧 然後我自己特別迷戀他們家的這個品牌logo的排列設計 他這個字母的排列就是看起來很大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學生的話還蠻推薦買他們家的帆布包 可以拿來裝筆電啊或是一些比較重的書上課 我覺得應該都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我第二個要來猜的是這個毛衣 這個毛衣其實我當初很猶豫就要幫我買 因為你們看他的顏色就是有點跟我身上這種比較淡雅的鮭魚粉餅 他就真的很亮 就有點螢光粉的感覺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在逛他們家觀望的時候 我就看到智秀的穿著一件 那時候我就覺得這件毛衣很可愛 他一直都有在我的想要購買的那個清單裡面 但因為他一件就在沒有那個折價以前就是4000多塊 我覺得單價算是有點高 然後加上他本身是做有點風風瘦的設計 所以那時候我其實還蠻猶豫的 最後是因為看到他們家 呃... 寂寞在打折 就是我打巴折 所以我才想說 嗯嗯嗯嗯嗯 好啦好像可以戴一下 我就把它買回來了 最近我都還沒有穿過 來比一下鏡子好了 現在有點亮耶 那時候我是想說過年的時候就可以穿這個是拜年啊之類 就是好像過年穿粉紅色比較不奇怪 然後穿上去長這樣 如果覺得你皮膚偏黃的話穿上去其實會蠻顯黑的 所以肝不好的人不建議買 那時候其實我在這個粉紅色然後薄薄藍還有 嗯吃蠻時間一直很憂鬱不決 我覺得我那時候應該要買薄薄藍 就突然間覺得這螢光粉好像有點難駕馭 然後它站起來的時候是有點這個感覺 就是它是收腰的然後還有一個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這種公主鋪鋪的設計 我來試著把它這個收進去的地方炸起來好了 就它們其實還蠻重視身型的 就你會發現它們的墊間都做得很大 因為這樣它們的頭會顯得很小 然後腰會顯得比較細 然後第三個我在他們家買的是這個品牌Local的T-Shirt 算是一個很基礎款的T-Shirt 那純棉T-Shirt的特性就是很輕膚嘛 然後穿起來是很舒適很透氣 但缺點就是像我那種不喜歡的東西 看起來舊舊的 它久了之後上面就有一層浮毛 那這件T-Shirt在沒有打折以前大概是1000塊台幣 打完折就剛好又要8折的時候是800塊 那我覺得800塊買一件純棉的T-Shirt是有一點點貴 那我就很坦白說我就是為了它這個Logo買的 我覺得它在夏天的時候如果搭配一些小黑唇 或是搭配一些牛仔褲就會看起來非常的髮飾 或是在圍一條迪我的絲巾就會看起來非常的有氣質 然後因為我買的是女月款的 所以它在腰部的地方好像有做一點收腰的設計 那這樣的話再搭配黑色的長唇 或是再搭配牛仔褲的時候就會有一個還蠻修飾的效果 這一件T-Shirt的話我是覺得蠻推薦的 就我覺得打折是可以錄的 我剛剛把衣服換回來了 那接下來要跟你們分享的是這一個 看到嗎 這個是New Balance他們家的購物袋 那時候我們在東大門批貨的時候 就發現很多歐逆他們都會帶那個 Nike的購物袋 那這次我們在逛韓國最近的那個現代百貨 就很漂亮的那件百貨的時候 剛好逛到New Balance他們家 也出了這種類似的購物袋 然後它有分大東少三個size 給你們看看少後的 然後又再一些 因為我自己個人就很喜歡那種文字排列 我就很過過很vintage 所以我後來又買了三個 就是大東少個 就大東少個個size 都帶出來一個 我印象中他們袋子的價格都不太高 就幾十塊幾百塊這樣 然後那種十號的size 我覺得就還蠻方便 平常會拿來裝一些相機啊 或是一些比較重的電子設備這樣 很可愛 小的就可以這樣提著 然後中號的 這個是中號 中號的它的這個背帶都做得比較長 就可以這樣背在這邊 就批貨的東西蠻方便的 然後大號的是這一個 就是超級大的 大號真的超大 可以把我整個人裝進去了 因為批貨的牆面有混亂 大家就拿了貨就塞塞塞塞 所以這其實還蠻方便的 那下一個品質要跟你們聊的是這一個 這個我自己超級喜歡的 很可愛吧 這個一樣是在那個 韓國的現代百貨裡面的 玩瓶咖啡買到的一個小小的保溫瓶 每次到各個咖啡廳 就你在等咖啡的時候 你就很莫名其妙的 走到他們的商品區 然後開始逛起來 它的外盒是長這樣 那時候其實我有被它另外一個 玻璃杯燒到 我覺得也蠻漂亮的 然後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這個保溫杯裡面 是有附一個這個不鏽鋼的過濾器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喝茶的話 它可以幫你過濾掉茶葉之類的 不過我看它這個粗細度 要過濾掉咖啡渣應該是不太可能 那大家給你們看一下 我在拍這支影片 真的有裝了一個咖啡 你看它的保溫效果 再來是冒煙 嗯 超痛的 還是蠻痛的 看它的保溫效果應該差不多 我買一個加的時候 才發現它裡面的材質 所以它背景裡面的材質 好像是陶瓷的 就不是不鏽鋼的 所以像是我在喝這種 比較深色的咖啡的時候 不知道會不會癡色 就是你們知道嗎 就是像有些那個陶瓷碗 如果你裝太多這樣的東西 揪它旁邊就有一圈咖啡色的東西 那我自己不是很喜歡 我現在還在觀察它 然後會不會有這個現象 因為今天拍影片 我是第一次用它 總之它非常的可愛 那我上一支這樣一個影片 我在把連結放在這邊 就有聊到我在Granham 還有在Tambourine他們家 買了很多的護手霜之類的 上一次去韓國的時候 我就很想買的蠟燭 他們家蠟燭真的做得好漂亮 就給你們看 這顆是小的size的 它真的好香喔 上次去的時候 他們家蠟燭都被買光了 這個瓶子摸起來感覺是水泥的設計 但它本身是還蠻有重量 就蠻有分量感的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整體的質感啊 手感都很不錯 然後這樣它後面有做一些比較 呃 破壞嗎 破壞的這種設計 就是簡約當中會帶一點設計感 我自己很喜歡 就是它這個平身的構思 那我的這一款是叫做Mulberry leaves 它是橡木 甘義白蘭蒂跟廣貨香為主的 就有一點木質調 然後又甜甜的味道 不是那種很奔放的花香 也不是那種很沉悶的木質調香氣 我覺得兩者綜合之下 它的味道非常好聞 那我上次去韓國逛Tamarin的時候 我就還有被他們家的這個身體乳 跟他們家的沙爾給我燒到 就是木乳燒到 然後我家做功課的時候發現 就是這個苦橙甘草 這個我不知道怎麼念 是Bengalico嗎 就是Blackpaint的Jenny 有提到說 她最喜歡的木乳 是他們家這個系列的 那我就想說 好吧 我要來去試一下 Jenny身上到底有什麼味道 就我一試 我覺得驚為天然 這個味道真的很好聞 它的中文名字叫做苦橙甘草 然後另外一個我帶的是這個Fog 零終成霧系列的 這兩個味道是我自己最喜歡的 就是我那時候在聞的時候 我沒有帶他們家的木乳 我就帶他們家的身體乳 因為我覺得木乳好像 嗯 那種好像500ml還是幾ml 1000多塊 我覺得有點貴 都沒有買 想說先從他們家的身體乳試試 長這樣 我覺得他們家的包裝就很gay 到現在年輕人喜歡 就是沒有太反覆 就很簡單 很清爽的一個設計 因為武力的話 我是打算放在我的辦公桌上 所以我就沒有想要挑太 呃 太 怎麼講 太花生掉 我就比較喜歡清爽的味道 我覺得味道是很舒服的 就是有一點草本的香氣 然後 質地摸起來 就是使用起來還是還蠻水潤的 因為像我都坐在辦公桌 我的前面有一台 那個暖氣機 冬天都一直吹 小水就很乾 所以即便是我的舒服 其實是有放那個護手霜 我還是會再放一罐身體乳 就可以 偶爾補充一下這樣 這個味道很清爽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它的紙盒上面有三個字 就是簡單的形容一下這個 這個身體乳的味道 它寫了 Water Jinipur Cashmere Wood 我覺得它的這個蚊子很美 那我來說這個味道就是 很適合冬天 它有一點點清清嫩嫩的感覺 可是它裡面沒有太多就是 很人工的香氣 就是你會覺得它很自然舒緩 就即便說它的味道是比較淡 比較高冷的 但你又可以感受到那一絲 就是很溫暖的療癒感 然後另外它的質地 我覺得沒有到它的護手霜 一樣那樣不得 那麼清爽 但是 因為畢竟它是身體乳嘛 就我覺得一定的保濕度是要的 但是你在摸的時候 就是你擦完你就會摸 嗯 會有一點點水潤的感覺 但不會油 不會膩這樣 好 接下來我來猜一個 這個是 Jenny說它最喜歡的味道 來聞一下 Jenny身上的味道是什麼 如果說Fog的味道很適合冬天的話 我覺得這個 苦層甘草 真的很適合夏天 我覺得這個苦層甘草 跟Fog比起來 我自己是比較偏好 F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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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就是冬天 然後九度很冷的關係 但 我覺得這個苦層甘草 在夏天使用應該會是一個很舒服的選擇 我們一般想要夏天的香氛 就會想到很濃重的那種 呃 甘蔗 水果雕 草雕 花雕這樣之類的 我覺得它算是一個很克制 然後 你不會說它甜 你也不會說它香 但它就是有一個很特別的氣味 就是一個很克制的夏地香氣 然後中味蠻香的 但前吊的話是真的有一個很濃的橘子甘草味 中間的話好像 多了一點點柔和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啦 就是這樣的香氣 是我會願意讓很親密的人 就是靠近我的時候 我會希望他們這樣聞到的味道 就不要說別人 我覺得就算是自己 在家裡或是自己在床上的時候 聞到這些味道 你也會覺得它給你帶來一點 平靜舒服的感覺 那接下來就是一些 簡單的美妝產品 因為我上上禮拜再回來 也才過一禮拜過年而已 所以這些東西我都只有一些 簡單小小的心得 就主要是要跟你們分享 我買了一些什麼 那我最後我覺得好用 我再發那instagram的story 你們繼續去關注一下我的instagram 其實我自己是本來想說 我在Odeon應該會買很多東西 但結果沒有什麼機會逛到街 而且糖果真的超冷 我最後買了兩盤 我一直關注蠻久的 3CE的影盤 然後還有這個 鄭宣墨他們家的氣墊粉餅 先聊一下氣墊粉餅 好 因為我這個東西 算是用了比較久的時間 那其實我已經有好幾年 沒有用氣墊 大概三到五年有吧 因為你們也知道 氣墊剛紅的時候 想去買試試看 然後久了之後 就會覺得說 好像也沒有什麼太經驗的地方 然後再上那時候 我覺得好像蠻多人說 氣墊容易長痘痘之類的 所以反正我就停用了一段時間 那粉餅本人長這樣 然後他有附一個心 然後這樣 因為那時候好像不知道 什麼買到的一個組合吧 就裡面還有 好像裡面還有妝淺乳跟精華液 但妝淺乳跟精華是還沒有用到 就用氣墊粉餅而已 因為我那時候本來是想拿最白的色號 然後 因為我看不懂韓文嘛 我就請給我幫我找 他就跟我說是這個沒有錯 但我自己回來用起來 我覺得他的顏色 好像跟我想像這種落差 就我覺得他在我的皮膚上面 是稍微有一點點黃掉的 所以首先在顏色上 我就沒有到這麼的喜歡 可是因為我覺得他的顏色比我的膚色深 所以我就想說 那不然拿他來當作遮瑕的功用好了 像我自己是屬於混合性的敏感肌膚 就其實我洗完臉 然後再上精華之後 有時候臉會泛紅 那我泛紅的面積其實蠻大的 我覺得他們家的遮瑕算是真的還蠻不錯的 因為我就是拿氣墊粉餅 然後壓了一下他們的 就是底下的這個粉 粉底液嗎 這個海綿 我就有壓一下 基本上就可以上完整臉 因為我不喜歡底的妝碗太重 所以我就會盡量拍得薄透一點 是可以遮瑕百分之八十的 就唯一有些像是鼻液啊 或是像是髮硬紋的一些暗沉 我才會再另外用遮瑕膏遮 在遮瑕跟保濕上我覺得算是做得很不錯 然後如果是像我日常出門的話 基本上我就拿他稍微 就像我剛剛講的 親眼拍一天我就會出門了 但如果是要拍照或錄影的時候呢 我就可能會再拿我最近喜歡的那個 阿瑪莉的粉底液 稍微在一些重點的部位稍微提亮一下 因為我剛剛說他真的比較暗 然後我覺得如果你的臉上沒有那種光影感的話 身體會有點太像面具 我不知道是不是霧面欸 但反正我在上完他之後 有時候會偷懶 我就不太想要再蓋很膩分 我覺得也ok就沒有到太油膩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在奧威量的時候 是特價都買的七八百塊吧 就我覺得以七八百塊 然後你有一個七千分米 然後加上一個新 這個價格我覺得是還蠻划算的 就如果我現在去韓國 我是有機會再回覆他們家的這個產品 像就是我去韓國我就發現 就不管去哪一間咖啡廳 只要那一桌 整桌都是女生的話 基本上他們的桌上一定會有放化妝包 然後每個女生的手上基本上就是一塊七點分米 在那邊補妝啊就是整理一下移動這樣 嗯...先給你們分享一下他的顏色長得怎麼樣 最後有機會我再來上妝 或是拍線的動畫跟你們分享 美妝今天先講 那今天影片的壓軸就是我身後的這些紙箱 他們是Rockfish Weatherbird他們家的水靴 跟他們家的帽子 那Rockfish其實算是英國的老牌了吧 他最剛開始其實是做靴的起家的 然後慢慢的變成做雨靴 就有一度跟Hunter在默默照亮的感覺 記得幾年前就好像還高中還大學 Hunter這條還蠻紅的 就是有Hunter就是一些很潮的事情 那他們現在在韓國就是出了一條新的直線 就是他們的副牌叫做Rockfish Weatherbird 那主要是販售Tresher 然後還有芭蕾舞鞋 跟等一下要介紹的毛泥的貝雷帽 還有一些其他的織品系列 像衣服外套 手套啊襪套之類的 那我這次在他們家買了兩雙鞋子跟一個帽子 我們先頭帽子可以開好了 我自己很喜歡他們家整體光光呈現的感覺 就是很英文風很有自己的特色 然後他們家的包裝也是 基本上就是看過就忘不掉了 一個很日本鐵城復古的綠色小盒子 加上上面一些燙金的文字 然後打開 今天有一張 今天有一張這個燙金的選擇 可以打開 這個帽子讓 我這次本來想要買紅色 因為想要過年 但是後來考慮到百搭性 我還是買了一個沙色的 你們看一下 長這樣 他的邊廳有 這個紙包著 然後裡面有這個 裡面有這個他們的 目標 然後我發現他這裡 這個裡面 就帽子裡面這個是有魔鬼衫 就是可以調頭尾的 護尾 然後 帽子上面有一個他們的小小的指標 戴起來大概長這樣 真的蠻可愛的 就是 我本來是一個 沒有到 非常喜歡背貓的人 但不知道為什麼 就看到Oniyam都在戴 就覺得好像 必須也要來一點 那我上次開箱影片 今天是有跟你們分享這一頂 這一頂 這頂是MFG他們家的 貝雷帽 也是很好看 但是 相較之下 你會覺得它好像有一點點 偏偷了懶 你看那裡面就沒有那種可以調頭尾的設計 它就是一塊羊毛的 貝雷帽這樣子 這樣 今天小東品牌的貝雷帽 我都覺得很好看 那如果要簡單的形容兩款帽子的差別 會覺得 Rockfish他們家的就比較像是 大家龜舊款 然後MFG他們家的帽子 比較像是 嗯 超多女生會喜歡的款式 這一頂就比較緊 就是它會緊貼著你的 額頭這樣 那這一頂的話就是比較鬆一點 比較鬆弛 就我剛剛那樣是戴比較上面 這樣的話就是 也是到額頭這個部分 我本身帽子就沒有做得很緊貼的頭尾 來 這蝦色真的超好看 就搭什麼都很適合 但我今天的毛衣很好看 這個毛衣是這一次 韓國連線的選品 就如果你們有喜歡的話 下面有連結 你可以去逛一下 這裡 那我在那時候買完之後 也還沒有開箱過 就讓你們 就像我跟你們一起開箱 那我這次其實買了兩雙雪靴 那一雙我在韓國當地就忙了 拆開穿了 你們可以看一下後面這個鞋盒 就像他本身有附一個梯板 所以我覺得他帶整體的包裝設計 真的是非常有用心 不同的鞋子都有不同鞋盒的設計 帶個喔 上上臉 他上上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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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上上臉 因為我第一天出路給客人的時候 我都會噴下一個分 沒有想到原來 沒有想到原來 收到上上的包裹心裡這麼好 你們看一下我買了什麼 一雙他們家的這個 毛毛拖鞋 超可愛的 超萌的 超可愛的 然後我買的是厚底的款 身體來說 我覺得他們家的鞋子是真的蠻精緻的 像是UGG跟Rockfish 就是我手上的這個牌子 不知道為什麼 去年在韓國就這麼大火起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真的很冷 就是你在路上走在韓國的街頭 你其實可以看到幾乎喔 幾乎每個人的腳上都是一雙這個鞋型的雪靴 那我記得最剛開始的時候 是UGG他有推出一棒厚底的雪靴 然後在很多街拍雜誌 你就可以看到Bella跟Gigi都有穿 UGG的話他的這個鞋型啊 是比較修長型的 就是你的腳穿起來會比較瘦長 那像Rockfish的話 你會看到他的 從底下看好 你會看到他是有點像是這樣的設計 就是有點圓頓感 整體的感覺是比較可愛 然後跟UGG比起來 又更加修閒一點 那UGG中間這一條 他是皮革的設計 然後像Rockfish他就是一條縫線這樣 就有點點沒有很直啦 像如果你跟我一樣有點長波子的話 你會想要把它 就調整得比較直一點 但雪靴畢竟就是一個 如果你沒穿襪子 穿久了其實會有點臭的一個鞋型 所以 以我自己個人的觀點 我會覺得 雪靴沒有必要到買這麼這麼的貴 因為 像我自己可能每一兩年 就會淘汰掉一批鞋子 所以就是看自己個人的喜好這樣子 我覺得他們家睡著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他的顏色非常的齊 像我自己買的這一款 就是比較 比較白的 然後另外一款 拿給你們看一下 這是他 我們在他們家買了另外一款的鞋子 那 以我在韓國當地 就直接打開來穿著 所以他旁邊其實有點點髒 還沒有來得及整理 然後像是一般這種比較標準的 雪靴款 其實就只有出這個顏色 那拖鞋款的顏色就比較多一點 會把它圖案放在下面 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以我自己在韓國 逛街一整天下來的感覺 我是覺得他們穿起來 我是覺得他們家的鞋子 穿起來蠻舒服的 因為你會看到他這個 炫頭的部分 是做得比較寬 就是膠灌比較寬的人 從體路來以後 比較舒適這樣 然後這樣裡面都是有鋪面的 所以我覺得包裝度也是很OK 質感 還有他的包裝 我覺得都是很不錯 所以 所以特價的價格 或是沒有特價的價格 我覺得買下來 都算是一個 比起UGG 還是更親民的選擇 那其實在逛街的時候 我還看到很多韓國 在試他們家的芭蕾舞鞋 但我自己覺得 我根本沒這麼合適 所以我就沒有買 但我當下有試穿一下 它的底真的很軟 就如果你們有喜歡芭蕾舞鞋 我覺得Rockfish Weather Rear 這個品牌 也是一個你們可以去逛一下的選擇 那今天的影片 就給你們分享到這邊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種形式的 開箱分享 那如果有其他你們覺得很不錯的小動品牌 或是一些我沒有發現的韓國好物 就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因為我接下來應該 三月或是 四月還會再去一次 那今天的服飾跟飾餅 都是來自我的韓國全品品牌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點擊下面的連結去逛一下 那影片的最後呢 再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收穫快要一個月 接下來回路 就去把韓國的一些Vlog 剪輯出來 希望對於接下來的日韓國旅遊的你們有幫助 那我們就下影片見啦 拜拜 拜拜